香港,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 深圳,中国的创新之都 作为大湾区两个中心城市 港芯联手合作,细将带动整个区域发展 今年3月通过的国家十四五规划 明确支持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当中将深广河套列为重大合作平台 港芯合作和大湾区发展,绝非空中流角 也都不是纸上谈兵 河套港芯科技创新合作区 正是落实这些目标的重要拼图 为推动河套一区两源协同发展 团结香港基金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开展联合研究 以生物科技为设入点发表报告 向中央及港芯两地政府坚言献策 三方认为 河套可望成为实现两地优势互补的关键齿轮 探索最有效的跨境合作模式 以及最灵活的生物科技政策 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 当两地的制度和标准不一致时 应遵循制度更灵活 标准更过制化的一方 而当两地的政策优惠力度和措施不一致时 应遵循优惠力度更大 支持措施更多的一方 在这个原则下 报告向中央相关部委 建议了三大政策目标 目标一 港芯合作先渡区 首先 河套应定位为港芯合作先渡区 我们建议在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领导小组框架下 设立香港机构 通道或者平台 加强统筹河套一区两园的发展 加快制定港芯联合政策包 涵盖吸引人才 资金流动等领域 这样能够避免港芯两园各自为征 确保以一区的整体来协调两地政策 此外 深圳市政府可以向中央争取 在河套落实综合授权 徐明文要求上部批准的事项 其他无需要再逐项报批 以大幅提升施政效率 同时 两地政府可以联合向多部委 争取生物科技改革试点政策 目标二 生物科技改革示范区 河套也可以发展为 生物科技改革示范区 我们建议 在河套成立或完善三个中央部位的分支机构 在生物材料过境方面 国家科技部维传办 可考虑在河套建立分支 以完善内地生物样本 过境河套香港园区的制度 供合资格的香港机构 在河套使用 在知识产权制度方面 国家知识产权局 除了可以在河套成立分支 加快专利申请审批外 亦可参考香港的转录制度 加快认可 由香港知识产权署批准的原售专利 在药品注册上市方面 国家药监局 可考虑将新药审批许可权 下方至河套的药监局大湾区分中心 加快处理河套的申请 目标三 便利创新要素跨境流动 河套认为跨境创新合作 带来更多便利 报告指出 在企业市场准入方面 目前香港企业 受到负面清单的外资准入限制 我们建议国家法改委和商务部 放宽负面清单的限制 允许由中国籍香港永久居民 担任法人或主要股东 而且在河套注册的生物科技企业 以大湾区为试点进入内地市场 在生物材料和医疗器械进口方面 中央有关部门可以允许 深圳优化生物材料的入境流程 建立百名单 并允许未在内地注册的医疗器械 进口河套于研发或测试 这些巨弹性的措施 能够让河套成为两地合作改革的标杆 制度优化是河套成功的基石 但要形成一个世界级的生物科技产业集群 港深两地的政策支持必不可小 报告向两地政府提出四大建议 建议一 建立区内捞机构 成功的生物科技产业集群 不少是依靠捞机构 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和企业集聚 在上海江江高科技园区 最先进驻的跨国龙头医药企业 吸引并培育了很多中小型医药企业 报告指出 港深缺乏捞机构 难以发挥集聚效应 因此建议两地政府 主动吸引国内外龙头企业落户河套 例如税务方面 两地政府可参考新加坡及澳洲 总部或研发中心 切于河套的企业可享受免税 并享受研发开支退税 除了短期内吸引大型企业落户 在中期我们建议加强对本地初创企业的培育 并协助他们克服早期的资金缺口 国家法改委可以作为发起方 联合广东省 香港 以及深圳市政府的资金 一起投资于河套的初创企业 打造一批生物科技独角兽 龙头企业和独角兽的出现 可令生物科技生态系统更成熟 吸引更多相关机构相继落户 长期二言 设立前缘的大型研究机构 将有助提升科研水准 和汇聚顶尖人才 对生物科技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十分关键 美国华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 共同建立的博德研究所 不仅实现了跨机构的基础科研合作 更配备了庞大资金和先进设施 对接企业使研究成果转化落地 我们建议由香港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 攀手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南方科技大学等 在河套建立大型生物科技研究机构 通过专注前缘科学领域和重大医学问题 吸引世界级的科研人才 这样可以为龙头企业提供前缘科研支持 巩固整个生物科技发展 带动两地经济发展及就业机会 建议二 完善生物科技研发流程 港深两地政府 也可以考虑完善生物科技的流程和配套设施 和深圳的科技创新委员会相比 香港政府缺乏由科学家提供发展意见的专门机构 我们建议香港参考美国和新加坡 成立科学和发展办公室 负责制定生物科技等领域的发展蓝图 资金分配策略 并设立同行评审机制 以准确评估科研项目的含金量 针对不同研发阶段的需要 我们都提出一系列建议 例如临床前研究 是人体试验前的必要环节 需要在合乎规范的GLP实验室里面进行 报告建议 两地政府在河套建立GLP实验室 特别是大型动物实验室 以吸引生物科技企业进驻 在其后的临床试验阶段 香港一向在国际上备受认可 但临床一期试验审批时间长达半年 建议增加审批委员人数 减少重复审查 以加快审批流程 到了临床二三期阶段 我们建议两地充分利用 香港国际化临床试验管理的品牌优势 参考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这个引进港式管理模式的法例 经河套向内地引进港式管理 在河套统筹跨境的多中心试验 并加快认可香港专才 在深圳进行科研和临床试验的资格 这样 两地才能够发挥 在生物科技全条价值链的独有优势 实现强强联手 建议三 提供一站式转化服务平台 生物科技研发生产的流程 涉及两地众多机构及部门 报告建议 河套两个园区的管理者共同磋商 成立一站式转化服务平台 平台应具备三大功能 第一 提供单一窗口 允许企业单一申请对接两地相关部门 第二 对接两地资金 科研机构 以及专业服务 第三 吸引合同研究机构 与合同研发生产机构落户 为企业提供临床前研究 临床试验 品质管理 及生产等服务 平台有望能对接企业的不同需求 让他们真正后顾无忧 建议四 鼓励知识转移 培育人才 人才是发展生物科技生态系统的关键所在 深圳去年出台的科技创新条例 提出了多项措施 鼓励科研人员转化前缘成果 而香港的顶尖大学 却缺乏进行知识转移的校园文化 报告建议 香港设立大学知识转移评估框架 并与政府额外的拨款挂钩 鼓励大学更重视成果转化 另外 目前香港的大学规定 科研人员从事校外工作 每星期不可以超过一天 我们建议混合他们在周末 公众假期和年假期间 亦都可以进行知识转移工作 让两地科研合作更频密有效 此外 随着港芯产业群 占趋成熟 市场更需要同时兼具生物科技 及商学背景的人才 但两地普遍缺乏相关课程 我们建议 两地院校设立更多这类课程 培育更多复合型人才 以满足现时 以至将来产业的强烈需求 在中央和港芯两地政府的支持下 港芯合作不再是传统的香港科研 深圳生产 河套可发挥齿轮作用 连接并带动港芯两地发展 在生物科技四大领域 包括药物和疫苗 基因检测和诊疗 高端医疗器械 以及人工智能应用 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精细化分工 科学家曾预言 生物科学是21世纪的科学 全球新冠疫情 再次让生物科技成为焦点 香港和深圳 各自拥有不可取代的强大优势 应该把握国家重点规划 带来的黄金机遇 充分利用可图 打破合作障碍 共建全球一流的生物科技创新高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